謝謝 交通局長 還有 觀傳局有沒有來 好 那個放一下影片 你好我來幫你噴個酒精 好謝謝你 請問你要去哪裡 我要去台北市貿易館 好的 小姐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是防疫期間 那我看今天外面的空氣品質也還不錯 那我稍微把窗戶降下來一點點 讓室內外的空氣可以稍微流動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謝謝 你們一個人只有三個口罩這樣護用嗎 這個你不用擔心啦 政府都有替我們想到喔 像我們計程車司機啊 在所屬的車行或是計程車休息站 每一位司機呢一個禮拜可以購買七個口罩 真的非常方便 而且也可以在計程車休息站呢 免費補充消毒液 讓我們在每天出車前呢 先將車輛做全面的消毒 這樣乘客呢就能更安心的搭乘 好謝謝 出車前要全車消毒一次 之後每四個小時要再消毒一次喔 台北市政府真的好用心喔 未來我們可以更放心的搭乘計程車了 對啊 好 這個影片 因為我是台灣大車隊的愛用者 所以我前兩個禮拜幾乎大概播了半個月吧 坐在台灣大車隊的那個後座的螢幕 在播這個 我本來看一下我還以為是台北市政府拍的防疫廣告 結果也沒有打台北市政府的抬頭 然後上面就有個女的說台北市政府做得很好 然後發口罩出來講話的是蔡碧如 這是什麼 台灣大車隊其實是你們公運處 交通局公運處管的 台灣大車隊跟我說 是你們交通局公運處 說這是公益廣告叫他們播 所以也沒收錢 所以這是什麼 可以說明一下嗎 我跟益廣告 因為這個影片是媒體公司製作 那請車隊去拖播的 那公運處這邊是有接受過媒體公司 有來函說 申請我們的服務站要拍攝 那這塊我們有同意場地借用 目前我們的處理大概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你們沒有去跟台灣大車隊說 叫他們播 這應該是他們自己接下 因為媒體本來就可以請大車隊去拖播 這拖播不需要經過公運處的同意的 但是大車隊的給我的回覆 是公運處叫他們播 這個是公益廣告 所以不用錢 大車隊的廣告都是要錢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雙方要去談的 因為我們不會去同意這件事 所以你們沒有管這個事情 對我這個不在 脫播不在公益處管的範圍 好 那觀傳局科長 我問一下 我們所有的公益廣告片 大概各局處的公益廣告片 最後都會通過你們那邊對不對 然後你們再去下給 譬如說捷運公司 或者是其他單位 可以拖播 是不是這樣 跟議員報告 因為像捷運電視的部分 是各單位可以跟觀傳局申請 然後我們再跟捷運公司申請 你們是窗口對不對 那其他的管道部分 就是各單位直接跟主管單位申請 我們沒有處理 那你們有沒有處理過這一支 沒有這是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我已經看了半個月我都快看膩了 那到底是哪個單位 我覺得供應處嫌疑最大 因為台灣大車隊他不會聽別的單位的 我們有同意場地出界 對這供應處的同意大直戰場地出界 出界拍攝 對 但是人家的白花花的這個 這個需要白花花影子的時段 拿出來做公益拖播 總不可能沒有一個政府單位的人 打電話給他們 他們就是公益拖播 我們沒有 你們沒有 對 局長有沒有 沒有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不知道 我不曉得 觀傳局也不知道 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交通局供應處你們嫌疑最大 我不知道你們下面是有誰 或是什麼機要或是什麼 你們給我查清楚 局長你好像民眾黨黨員 你知道 對 那這是你的民眾黨去弄哪一個 這個廣告 我沒有管到那邊去 沒有 那給我查清楚好不好 查清楚 因為老實講 這中間如果說有人用市政府的名義 去跟台灣大車隊說叫他播公益廣告 這是什麼罪啊 沒有這個釐清一下 查清楚 對 交通局有沒有陣風 有 在這邊 交通局的陣風 可不可以給我把這個事情查清楚 我不是說一定是你們交通局的問題 但是現在牽涉到你們 而且台灣大車隊是跟我說 是 是 供應處 說這是公益廣告 請他們播 是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我弄 把這個事情弄清楚 抱怨可以 可以喔 這很簡單吧 是 不困難嘛 好 我再說一遍 這個廣告看似台北市政府 其實根本不是 裡面所講的 什麼口罩啦 一個禮拜可以買欺騙啊 要消毒啦 這些都是中央的作為嘛 口罩是台北市政府給的 口罩是 中央發給台北市政府 然後台北市政府發給台北市 這個計程車司機同業工會 然後同業工會再發給各個車行 由各個車行去負責給司機嘛 這個難道是台北市政府的德政嗎 也不是嘛 所以這個廣告就荒謬到幾點 荒謬到幾點 然後還裝作一副是台北市政府的廣告 我是不知道這個廣告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還有公益廣告的名義在突破 害我們市政府的人員 特別是供應處的 蒙獸不擺之冤啊 查清楚 是 查清楚一個禮拜 好不好 好 機長留下來 報議員 時間可不可以再多給我們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的時間是不是可以 一個禮拜就問得出來了 一個禮拜 是 是 好 問一問吧 好 就先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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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